大家好,我是强强 今天聊一部成为军导演的纪录片《出路》 随着最后一颗交卷铃声响起 2012年的高考结束了 考生们或喜悦或难过或解脱地走出考场 和等候在考点外的家长们分享着自己的感受 考得好的,将来的志愿自然可以填报 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的公办大选 而考得不好的则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 进入民办三本类院校 这场号称最公平的高考 20天后将会用一个数字 改变每位考生的人生轨迹 6月26日,高考成绩公布 只考了38分的王盘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的家庭根本无力供养他年三本 出生于湖北省农村的王盘 父母均是镇上专场的工人 每天靠着搬几万块砖 拿几十块钱维持着生计 王盘不敢想象 父母听到这个分数后会有多伤心 面对母亲期盼的眼神 王盘有些开不了口 曾上过高中的王盘母亲 哪里会看不出女儿的异样 事情已经这样了 去责怪也无济于事 他非笑着安慰王盘 考得好和考得不好都是人为定义的 如果想继续上学 他会全力支持 微笑的背后 藏着数不尽的心酸和无奈 女儿的这种神态 让王盘母亲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当初自己考够了分数 但家里人不同意自己去上学 原因很简单 也很离奇 在一岁半的时候 自己的手被家里的猪咬了 十个手指头只剩下一个半 父母认为 他连笔都拿不了 去了大学学业也跟不上 就这样 自己的人生轨迹改变了 和父母的关系也疏远了 他不想让自己的悲剧 在女儿身上重演 母亲越平静 王盘心中越难受 自小就知道生活坚信的他 唯一的理想 就是大学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 让父母后半生过得不那么累 毕竟如今的社会 靠学习脱贫的难度 可比靠打工容易得多 在自己的理想 以及母亲的劝说下 王盘决定选择一所三本院校 看着五花八门的院校 王盘有些拿不定主意 他内心更偏爱于中医专业 母亲的遭遇 让他深知病痛地折磨 在询问了亲戚的意见后 王盘不得不另选专业 因为大伯告诉他 如今这个时代 学中医不仅要有关系 还要有钱 亲戚们集体建议地学会计 将来找工作容易 忘了那些每年动辄 两三万学费的金融类专业 王盘犯愁了 这笔钱对于他的家庭来说 是个天文数字 苦于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 王盘母亲带着女儿参加了 红博软件学院来镇上举办的招生会讲座 在交了一百块钱报名费后 王盘领到了一张专业潜力测试试卷 结果可想而知 招生负责人信誓旦旦地表示 没有人比王盘更适合读 红博软件教育的课程了 对于王盘的烦恼 一天学没上过 天生有些痴呆的父亲 显然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和大多数中国家长相同 他唯一会说的就是称赞别人家优秀的孩子 至于别人家优秀的家长 他是提也不提 王盘懒得去听父亲的瞎道道 世界上任意两个人的起点都不同 擅长的也不同 非要要求他们一起参加长跑 还要终点一样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如果姚明在篮球诞生前处生 结果也只会是多出一个 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询问 王盘拒绝了红博软件教育 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一万二的学费 他选择了更便宜的一所理工院校 学习工程造价 六千的学费 扣取助学贷款 这个数字还能承受 在专场举办的升学宴上 王盘母亲衷心地感谢着前来的父老乡亲 感谢着大家的帮助 为了凑齐几千块学费 他借遍了街坊邻居 包括不常走动的自己父母 几天后 王盘带着录取通知书 独自坐上了前往大学的火车 他不断地回想着临走前母亲说的话 好好学习 这是最好的出路了 无数像王盘一样的学生走进了大学 无数像王盘一样的学生走出了大学 拍完毕业照后 万超从武汉大学洛家学院毕业了 对于自我评价 万超显得很自信 他感谢大学的教育 让他变成了努力的 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万超坚信 凭着自己的四年所学 一定能轻松找到工作 这是美中不足的一点 洛家学院有些不努力 这么多年也没能从三本变成二本 浑身充斥着自信 万超冲进了应届生职业招聘会 一个小时后 他沮丧地走了出来 因为万超终于的招工企业 没有一个对他表现出丝毫兴趣 不得已 他只能改变策略 全面撒网重点捕捞 他将自己的简历 投到了招聘会现场的每一个探位前 他希望接到多个面试邀请电话时 自己可以做个对比 也享受一下HR的感觉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一周后 万超接到的面试邀请电话 只有一家清算公司 面试时 社会主义加班人万超兴奋地表示 自己非常接受996 这是应该的 不是985 不是211 再不996 还有什么脸说努力 焦急的几天等待过后 努力的万超被面试的清算公司录取了 这是条件有些不尽人意 十天无精考核 三个月试用期 试用期工资一千五 尽管如此 万超依然开心不已 他的理想很简单 现在武汉生存下来 至于以后的打算 身上只剩七毛钱的他 暂时没时间去想 没钱了 和父母的联系就多了起来 万超自信地告诉老爹 自己已经在武汉站住脚了 父亲很开心 支援了万超600块生活费 刚毕业的孩子 想找个合适的工作 哪有嘴上说得这么容易 工作暂时又着落了 剩下的就是租房和吃饭 可公司周边的小区 没有一家房租低于一千 万超有些抱怨 房子怎么这么贵 抱怨 显然不属于社会主义 加班人的优旧品质 很快 万超便接受了事实 他从姐姐和同学手里借了钱 在离公司稍远一点的地方 租了个月租五百的小公寓 这样算下来 一千五的工资还可以维持 万超坚信 只要熬过了这三个月的试用期 生活一定会变得岁月静好 他有些想多了 不怎么精通一个sell的他 有些难以胜任这份工作 即使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也经常玩不成任务 很不幸 万超没有通过十天的考核期 他被辞退了 在和同班同学的散伙聚会上 万超在KTV昏暗的灯光下喝多了 他蹲在地上大哭 房子已经租了 还挤了不少的钱 可工作却没了 第二天 万超再次冲进了毕业生招聘会 又是一个小时后 他再次沮丧地走了出来 对他感兴趣的单位 除了保险销售 就是跟车卸货 无路可退的他 只能选择了保险销售 上班的第一天 万超就有些方了 洗脑式的早会 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一个月后 万超搬出了租住的小公寓 同时 保险销售的工作也辞掉了 因为一千块钱的工资 无法让他在武汉生存下来 万超有些累了 他一遍遍地问自己 三本毕业的学生 真的没有出路吗 读书是当今社会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出路 至少在中国这是事实 王振祥站在台上 激昂地坐着演讲 台下的家长们 剧情会神地听着 其中很多人听说 有专家前来讲课 凌晨四五点钟 就从家里赶来 伴随着王振祥 浑厚的声音 屏幕上不断地闪现出 红博软件学院的 硬件设施和 就业前景介绍 藏书丰富的阅览室 设备先进的实验室 气氛专业的讨论室 百度能搜出来 多少好看的图片 红博软件学院 就拥有多少专业的教室 王振祥用前天 刚编出来的故事 和在座的家长们 一同分享 这要抓住了家长 望子成龙的心态 用西令鸡汤 把他们灌醉 自己就成功了 不仅教室图片是假的 就连教室图片 都是假的 王振祥私下里坦言 用作宣传的 师资力量里 绝大多数都是后勤港 即便是教室港 也有九成人 没有教室资格证 在网吧当过网管 就可以来教网络安全 在田间扛国小麦 就可以来教马列主义 反正老师和学生 一起混时间 谈话间 王振祥对自己就职的 红博软件学院 很适气愤 每当高考完 他们这些男老师 都会被强制 安排到乡下招生 女老师则是 每天打电话招生 不服从就要自动离职 老师们都有招生任务 完不成就要扣工资 采访中王振祥表示 自己从来不去城市招生 尽管农村和城市 只隔着一道遮羞墙 但大多数墙外的人 都知道自己的宣传 是怎么回事 大家明白 所谓的红博软件教育学院 本质上是一间公司 公司的唯一目的 就是盈利 对于智利学院 能不能培养出 人才的疑问 王振祥思索了片刻后 答道 能 但极其少 红博本身的招生对象 就是农村那些 考不上一本和二本 却又想要一张 大学毕业证的学生 他们中的很多人 在上大学之前 连电脑是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突然间就要学习变程 学习平面设计 难度可想而知 他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为了供子女 上红博学院 而卖牛卖羊卖房子的家长 显得有些不太理智了 从红博毕业的学生 平均工资大概在1200 要赚回48000的学费 不吃不喝 也要四五年的时间 随着交谈的深入 王振祥又解答了 另一个问题 第一 教育产业化这么多年 像红博这种学院 遍地都是 这是法律允许的 谈不上假 全校人数接近两万 光是收学费 每年就好几亿 这是政府的纳税大户 如果有不和谐的事情 媒体也会选择性地报道 第二 将毕业生强制 安排到外地就业 学生们人生地不熟的 租房吃饭来回车费也贵 加上基本都是农村出身 喜欢报喜不报忧 他们大多会自行解决 工作问题的 来回扯皮 学生们也耗不起 总体来说 没有顶替 没有学办 正规性年压了很多 985和211 解答完问题 王振祥又提到了 历年招生中总结出来的 一个有趣现象 越是老实巴交的人 越是生活不富裕的人 越容易被骗 偶尔自己良心发现 有意无意地劝对方 另则他笑 往往对方会跟自己急 交谈中 王振祥表现出一副 只要头在嘴就在 只要嘴在就继续说 继续说我还不背锅 至于原因 想起你也猜出来了 他不想干了 招生任务和招生难度 都在逐年增加 已经很难忽悠到人了 做了这么多年招生 他感觉自己丧了良心 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多 但心中的快乐却越来越少 只有每天下班回到家 脱下那身工装时 他才觉得自己像个人 半年后 红博软件学院换了名字 赚的钱更多了 王振祥在家调整了 半年心态后 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 做市场宣传 影片的主要故事先说完了 下面聊聊影片中出现的 四游四无的观点 将原因归咎于教育产业化 聊之前先通俗地描述下 教育产业化 将教育作为一个产业 外包给市场去做 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 哪里有招工需求 哪里就有相对应的 教育机构出现 众多的教育机构 完全靠口碑生存 口碑好多学校 报考人数也会增加 反之则存活不下去 如此优胜劣汰下 既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 又能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有针对性地培养出 更加适合的人才 听起来很美好 逻辑也同顺对吗 要解析这个问题 就要捋一捋事情的发展经过 1978年之前 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 招工需求不算太大 需要几个大学生 需要什么类型的大学生 完全可以定点培养 而其余人大多吃着大锅饭 贫富差距相对来说不太明显 上不上大学差别都不大 当然 期间很长时间 根本没有大学可上 1978年后 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贫富差距慢慢增大 宣传上 不管白猫黑猫 有了钱就是好猫 此时 金钱变成了政治正确的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计划经济开始尝试转型 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减少 市场上各类企业增多 企业的普通岗位用工需求 和人才岗位的用工需求 也从无到有慢慢增多 要钱和要人需求 双方一拍即合 你来我这里提供专业知识 我为你提供相应的金钱 在一旁吃大锅饭的同志们 默默观察总结了很久 他们的心理预期便出现了 读书可以赚大钱 损失的教育 并不是以产业的形式存在的 财政拨款每年大概投入 2%到2.5%的资金 支持大学的运营 尽管远低于国际教科文 组织规定的6%最低值 但政府尝试地做 这是值得肯定的 他们似乎也明白了 不是做什么可以让人民吃饱饭 而是不做什么 人民自己就可以吃饱饭了 很不幸 计划经济的转型 最后宣告失败 坚持党的领导 用党的意志取代市场导向和经济规律 注定了无法转型成市场经济 原因很简单 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的 你可以选择领导什么 我可以选择要不要你领导 转型失败带来的后果很严重 在一旁吃大锅饭的同志们 又默默观察总结了很久 他们的心理预期再一次改变了 读书可以当领导 要知道 这群同志们的数量可是庞大的 什么样的行业也承受不了如此多的人 公职人员越来越多 养他们所需要的花费也越来越多 此时 教育产业化应运而生 学校出卖知识 学生付出金钱 投资人自付盈亏 民营或民办院校 扩建所需的资金 需要银行的贷款 如此一来 不但省下了不少教育财政支出 还盘活了银行 对于税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但这些钱 随着公职人员的日益增多 慢慢变成了杯水车薪 大家默契地磨刀祸祸对向了企业 企业在越来越多的吸血鬼 啊不 人民公普的帮助下 税负越来越重 利润越来越少 在企业收益的编辑效应达到顶峰后 它只能裁员减薪 或者转向高精尖的行业 但高精尖的行业 需要长时间的研发 完全违背了读书人的心理预期 于是 越来越多的企业消失了 招工需求越来越少 此时的读书人 既当不了人民公普 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企业招工需求 因为人民公普早已满园了 企业用工需求也没了 这种情况下 即便你是清华的博士 还不是只能去负重越野 老牛不比你有竞争力的多 说到这里 你认为教育产业化有问题 还是实行它的人有问题 当然 上面的都是我猜的 就图一乐 要正式理解 还得看新闻联播 既然是猜 不妨再猜一个问题 为何众多的不知名学校 给王盼寄来了通知书 是谁把考生资料泄露出去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